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5日 昨天晚上做完Vlog上全车到11点了 然后后来快睡觉的时候 12点的时候 接到一个华盛顿的朋友的电话 又让我帮他做网站 然后我又花了一个小孩做网站 一点多才睡 然后今天早上4点多就醒来了 然后天蒙蒙亮 做了一下早餐 收一下帐篷 然后还开着车去 小溪里面探险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台北 一路上全国很多隧道 长长的水山隧道 水碎还是水车隧道 然后发现隧道的速线 居然是90公里 不过有些锡直路动 好像只有80公里的速线了 然后很顺利的7点半 就到了深山机场 把朋友送上飞机 然后我就开车 第一次在台北开车 然后不敢走高 驾不知怎么下来 就开到南港展览馆了 然后展览馆展览馆 地下停车场停车 停车费要每小时80块 超贵的 80还是60 忘了 然后停打车 然后就进展览馆 等啊 等到九点半 然后就进去看 里面还算冷冷清清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展览馆很少 游客也很少 然后里面我还发现不少有趣的产品的 比如说那个裸眼3D 真的裸眼哦 然后就它一个什么紧身传感器 两只眼睛看了 比如说看我观众的距离 然后给出一个算法调整的3D画面 所以有些游戏看起来真的是3D的真实感程度很高 值得期待一下 希望将来有成品出现 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产品叫无尘黑板 无尘黑板就是在一个像小米白板一样 上面写字写完字 这个可以擦掉 可以局部擦除 也可以全部擦除 甚至也可以存档 甚至可以同步显示到另外一个荧幕上面 还不错的 我录了一些影片介绍 回到花莲之后 回到花莲瑞瑞之后 我再把它剪辑出来 做成一个产品介绍页面 然后展览馆里面不大 长相也不多 不过里面有6个官方设计的装置艺术品 还不错 官方就说如果给6个装置艺术品 做拍照打卡上传到他们网站 就有机会凝职到限量版的NFT 我没有NFT的 我也不知道NFT用哪个钱包去收 我以为用metamask那个钱包去收 但好像不是 好像用了个酷开的钱包 也不知道是哪条链上面的酷开钱包 所以得到一个钱包地址 然后把钱包地址提交上去 他们说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发到我们邮箱中吧 所以今天逛了一天逛到两点多 实在是累了 然后我就去找停车费离开了 停车费6.5小时花了390台币 超贵的 我后来找了另一个朋友龚如健 然后带他在高架桥上走啊走 台北的高架桥超过5 害死我了 我不知道高架桥下高架是靠左才能下 我以为走高架都像走高速公路一样 要想下高架的话提前靠右再下 所以我每次都错过高架桥 然后绕来大圈 不过停车的话 找到一个高架桥底下的停车位 10块钱一小时 不过呢 他5点以后就不收钱了 下午5点之后就不收钱了 所以我就把车停在那底下准备在那个地方过夜 不过附近的朋友说他们家有空房间 所以我来到这个空房间做Vlog 做完Vlog我就睡觉去 所以我尽量争取每天都做Vlog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Trader频道 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留言的话我会看到我会回复的 然后如果你按赞的话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按赞的话会影响你 YouTube的算法 会让某些有趣的影片 被更多人看到会进别人的首页 好 我以后就开始认认真地做YouTube 做介绍一些台湾的 各种有趣的好玩的 荒诞的不荒诞的 东西给大家看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的频道 拜拜